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他们坐着的时候 当他们无论是看书还是看手机的时候 会不会脖子经常是低下来的 而很长时间没有抬起来 那平时当他们在刷牙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刷牙的 而不是这样子刷牙的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由于我们没有太注意 所以久而久之对孩子的身体体型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成为一名很专业的运动员 那么在培养孩子的体制能运动前 我们首先需要家长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的身体情况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那么在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下 我们经常会遇到哪一些问题呢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五个很重要的点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脖子 也就是我们的颈部 那么由于现实的情况是 现在每一位小朋友经常看书玩手机看iPad 那么在他们坐着也好站着也好 在观看这些视频或者阅读刊物的时候 他们不会自己去注意自己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的脖子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经常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孩子们在观看读物的时候 大家可以从侧面看我一下 每一位小朋友呈现出的状态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时间长了下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当孩子们把头抬起来之后 慢慢的他们的脖子还在前面 但是他们的头却抬了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造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颈椎前饮 那么当颈椎前饮之后 由于他们的脖子一直是在一个很斜很斜的一个角度 那么会对他们的颈椎造成非常疲累的感觉 那么长时间下来 小朋友们的脖子呢会非常非常的疲劳 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那么很简单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呢就是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才是一个正确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从侧面看我 我的耳朵呢应该是在我的肩膀的稍微一个斜上方 并不会偏离我肩膀正中间很远 但是我们如果看很多小朋友的侧面的话呢 他们的耳朵已经偏离了他们的肩膀斜上方特别远的一个距离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他们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 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当我们需要去做调整的话 我们首先是要对他们的下巴和脖子做一个很清楚的调整 那么我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那比如说我要把脖子挪到后面的话呢 我首先需要把我的下巴去收紧 那么这个时候我在站着的时候呢 我需要把我的下巴往后推移 那么如果一直呈现这样的状态的话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自然 非常的累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每一次呢 让我们的下巴推移 挪到后面的时候 收住我们的下巴 在这里定住10到15秒钟 紧接着我们再做一个放松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动作呢 我们大概需要反复的去做5到6次 那么每一天 每一个时间段频繁的去这样重复去做 那么再经过了一个时间段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颈椎前引的问题呢 会有一个很良好的改善 这是我们所要展现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脖子 那么第二点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另外我们脖子很近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肩膀 那么当我们看很多小朋友的时候 无论是坐着的时候 还是站着的时候 如果大家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侧面看一下我 你会发现自己的孩子 或者其他的小朋友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的肩膀不是在身体的两侧的 而是在身体的前方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 叫做圆肩 那么主要产生圆肩的两个问题呢 就是第一 他们的肩胛骨外翻 那么家长朋友们怎么样去看 自己的小朋友肩胛骨有没有外翻呢 同样从侧面看 如果你从侧面看 他们的肩胛骨这个角度的斜坡 的坡度特别特别的明显 或者特别特别的大的时候 那么家长们要注意了 你的小朋友很有可能 已经有了肩胛骨外翻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由于小朋友的肌肉呢 没有很好地去形成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不会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胸小肌过紧 所以造成他们的肩关节 有圆肩的状态 所以呢我们怎样去调整 我们的肩胛骨 那么非常简单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们的肩胛骨呢 有几个不同方位的运动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从后面看我 我给大家做几个示范 那么第一个示范呢 我是可以让我的肩胛骨 是往上走 像是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一个耸肩的状态 那么当我们在耸肩的时候呢 你的肩胛骨两片是往上翻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做下翻的 那么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沉肩的状态 那么沉肩呢 要比耸肩要难很多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产生的状态呢 都是耸肩的状态 比如说什么呢 你的桌子过高 椅子过低 所以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 你的肘部呢 一定是扬起的 那么肘部长时间的扬起呢 你的肩胛骨呢 一定是长时间外翻的 那么还有一个状态呢 就是当我们看手机或者看书的时候 很自然地坐在那里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呢 他不会注意 他的肩膀过于地收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一直在这里看 那么他的肩胛骨同样是一个上扬的动作 OK 那么第三个是往外的 OK 往外打开 那么往外打开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圆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你的肩胛骨有一个外翻的状态 OK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肩胛骨内收 那么当肩胛骨内收的时候 我们是把肩膀往后夹 让肩胛骨尽可能地 去有一个挨得越来越近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然了 我们的肩胛骨也可以 360度的这样去转 叫做外旋 也可以360度的往里转 那么叫做内旋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 就是关于你的圆肩问题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肩胛骨 一个方位就是肩胛骨外翻 那么怎样去与它 做一个相反的动作 让肩胛骨打开 那么很简单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呢 就是让自己的小朋友 自然地站立在那里 手放到大腿的两侧 手掌相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让我的肩关节 做一个外旋 肩胛骨内收 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那么家长朋友们 可以仔细地看一下 现在我很自然地站在这里 双手放到我大腿的两侧 那么手掌相握 大拇指留在外面 这时候呢 让我的大拇指 往后去转动 打开你的胸 夹住你的肩胛骨 那么这个动作呢 叫做肩关节外旋 同时呢 我们在做肩关节外旋的时候呢 可以很自然地 去让你的肩胛骨 去收紧 那么跟我刚才提到的 颈椎前引一样 脖子内收的时候呢 一定要定住在那里 那么现在呢 我们需要定住 大概十秒钟的时间 那么十秒钟过后 我们再慢慢地 转回来 回到原点 放松 那么隔三秒钟之后 我们再去这样地做一次 同样 这样的动作呢 我们至少 一个循环 要做五到六次 每一次 都是要做十到十五秒钟 然后 我们的动作 一定要记住 一个关键词 就是慢 而不要过于着急 过于快 那么很多 小朋友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耐心 那么这个时候 家长所需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 不停地去鼓励他们 去激励他们 去提醒他们 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适当地 还要给他们一些奖励 那么让他们 去有更多的自信 把动作做得更好 更完整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讲到第三个关键点 那么就是我们的 身子中间的这个部位 那我们的核心下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呢 就是我们的宽关节 那么这个宽关节 起到了一个作用呢 是连接我们的腿部 还有核心的这个位置 那么很简单一个动作 大家都知道 我们平时弯腰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 很简单的示范 大家同样在侧面看我 那么很多人弯腰呢 他是先把身子弯下去了 那么当他们弯身子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会产生什么呢 驼背的一个状态 他们的脊椎腰椎呢 都成了一个拱形 那么正常呢 我们生活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叫做曲宽 那么曲宽这个词呢 是只是我们把宽关节给曲下去 而不需要去做驼背 那么很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 那么这个动作呢 我需要让我的手 让你的食指和大拇指掐住你的宽关节 那么当家长朋友们给孩子做示范的时候 同样你们大拇指和食指呢 可以帮助小朋友去掐住 也可以让他们自己来找一下他们宽关节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 当我们正确地找到了宽关节的前后的位置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做曲宽 是怎样呢 我们用臀部去往后走 让我们的脊椎腰椎是打直的 头不要过于地扬起 也不要过于地低下 因为我们需要让我们的颈椎 脊椎腰椎 这三个点呢 基本上是在正常的一个轨迹上的 那么当曲下去的时候 到一定点的时候 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大腿这里 哦 好酸 那么这时候他会很自然地去做一个动作 就是膝盖弯下去了 膝盖弯下去没有关系 那么只是要让他把宽关节这里 去有一个曲的动作和伸的动作 反复地这样去做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问题 就是看一下小朋友在曲宽的过程中 有没有驼背弯腰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如果有驼背弯腰 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制止 去停住这个动作 让他们把这个脊椎的关节 趴下去 而不是拱起来 那么你可以用两个动物 去来做一个形容 那么如果他拱起来了 我们管这个呢 叫做一个骆驼 那么我们不希望他去当一个骆驼 反而需要他去当一个什么呢 当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需要让这里去 把它从骆驼变成 猫咪 去踏下去 让这里变平 然后做一个正确的曲宽的动作 那么如果我们的宽关节 发生了变化的话呢 长时间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 很严重 很不好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的腰会过酸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 不一定是他们现在所有 或者说他们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怎样呢 让他们今后呢 去避免到有这样的严重问题 所以呢 为了不让小朋友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呢 过于的对他们的腰部 有一个过于的伤害 所以我们在现在呢 尽量的去调整他们的髋关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借助一面墙 去靠在那里 然后做一个半蹲的状态 去调整你的髋关节 在家中或者任何的地方 找一面平墙 平面的墙 那么呢 让我们的上身整个 靠在这个前面上 我们的头部 肩部 还有我们的腰部 这三个点 稳稳地靠在墙面上之后 那么需要 把我们的髋关节 慢慢往前提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腰部 与墙面 都有一个 适当的空间 可以让两只手放进去 然后慢慢地 再 回来 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你的 整个核心部分 去往前顶 而是指使宽关节 你的腰部 离开了 墙面 OK 那么 说完我们的宽关节之后呢 我们再从身子的下面 往下看 宽关节下面 接下来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节 是什么呢 我们的膝盖 那么 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 平时站着也好 坐着也好 会不会有一些 自己没有注意到 但是其实呢 是比较不科学 或者不健康的 一个动作 那我们生活中呢 很多小朋友 我会发现 他们经常喜欢 做一个动作 是什么 翘腿 尤其是女孩子 或者是说 当他们蹲下的时候 是否有 是用正确的方式 去蹲下 站起来的时候 是否有用一个 正确的方式 去站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家长朋友们 一定要多看 多观察 多关心 那么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男孩子也好 女孩子也好 我们让他们 去做一个蹲的动作 很多不同样的动作 我们给大家 做几个示范 生活中经常见到的 假如说 我是一个女孩子 你会发现 让女孩子蹲下 他们的膝盖 方向一定是 这个样子的 那么当他们 这样子蹲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他们的大腿 是垂直于地面 往下走的 但是他们的小腿 发生了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八字 OK 那么长时间下来 蹲下去之后 起来 蹲下去之后 起来 或者当他蹲着的时候 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他站起来之后呢 我们的腿形 就会发生一个 很明显的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后面来看 或者从前面来看 他的腿形 都不会那么的美观 所以我们 在蹲的时候 注意我们的膝关节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标志 是以我们的脚尖 作为参照物 那么如果我们的脚尖 两个脚 是平行于彼此的 脚尖 是正直于前方的 那我们在蹲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膝 一定是跟着脚尖的方向 去走的 那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可以仔细地看一下 现在我把身子打直 我现在需要做蹲的动作 注意我的脚尖 是正直于前方 OK 那么我现在慢慢地 蹲下 膝盖 跟脚尖的方向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么错误的示范 做两个 一个是 往里走的 还有一个 是往外走的 OK 如果 小朋友们在生活中 坐着的时候 经常喜欢去 翘你的腿 它的宽关节 就是往里的 所以呢 当它在蹲下的过程中 会很习惯性地 往下蹲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蹲的时候呢 家长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帮你把小朋友的 两个膝盖 往外打开 摆到跟脚尖 方向一样的角度 让他们接下去 往下蹲 那么这个呢 是从正面来观看的 那么如果大家 从侧面来看的话呢 我在蹲的时候 尽可能地 让我的膝盖 留在我的脚尖的后面 而不是要让我的膝盖 去超过我的脚尖 这样往下去蹲 那么 等一下呢 我们在讲完 膝关节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怀关节 这个膝盖 如果过于往前去蹲 那么会对我们的 怀关节 造成一点点的伤害 等一下 我会给大家做一个 稍微更详细一点的介绍 那么 我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那么家长朋友们 可以带小朋友们 反复地去做这样的动作 让他们蹲下 OK 我可以双手掐腰 也可以双手交叉 放于胸前 慢慢往下蹲 好 大概半蹲的状态 不需要完全蹲下去 然后我们 慢慢地站起 蹲下 站起 那大家从侧面 那大家从侧面看一次 那大家从侧面看一次 掐腰 蹲下 膝盖留在脚尖后面 方向呢 与脚尖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的背 并没有弯下去 依然是打直的 头 没有低下去 依然是 跟我的身子的角度 是一样的 不要低 也不要扬 那么 再一次 站起 同样 这样的动作呢 家长朋友们 可以带自己的小孩子 在家里 反复地去做 一 定住一下 好 如果膝盖发生了问题 摆正 起 二 起 OK 我们反复地去做 十到十五次 那么这样子的话 会对我们小朋友的 膝关节的 不良的姿态 会有一个更好的改善 OK 今天我们所需要讲的 最后一个点 就是我们身子 最下面的一个 关节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 怀关节 那么就像 Michael老师一样 在以前呢 我很小的时候 就没有注意到 我怀关节的一些问题 所以 像我这样一个 对篮球非常热爱的 一个男孩子 现在打篮球的时候 就会有习惯性的扭伤 那么如果 我在小的时候 会注意一下 我的怀关节的问题的话呢 也许就不会 对我现在 去进行一些体育运动 造成一些 很困扰的伤害 那么我们 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怀关节 会有足弓外翻 和足弓内翻的 一个状态 那么在做 足弓内翻的时候 对于我个人来言 经常扭到脚 女孩子以后 长大为了美美的 喜欢穿高温鞋 那么你当然不希望 你在走着走着 在众人面前 很尴尬的 扭到脚 摔了一跤 那么这样子 自己的心里呢 也会很不开心 不愉快 OK 那么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在我们后面 在我们后面看的时候 家长朋友们 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小朋友 有没有一些 这样的动作 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如果你的膝关节 有内扣的状态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 会对你的怀关节 造成一个 外翻的状况 那么就是说 我们所俗称的 足弓外翻 OK 那么 如果你的脚 没有平正于地面 而是经常这样的话 那么你们穿鞋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自己的鞋底啊 会不会这一面过平 而这一面过厚 同样相反的 如果你有足弓外翻的状态的话呢 会不会这边过平 反而这边过厚 OK 那么我们怎样去 过多地去注意一下 那么需要做几个不同的动作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脚 抬前 扬起 很简单 OK 让我们的脚尖 冲上 然后慢慢地下来 OK 再来一次 脚尖冲上 再慢慢地下去 那么如果 你在冲上 把脚尖抬起 冲上的过程中 你的小腿 有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证明你的角度是正确的 那如果你只是抬到这里 你的小腿的肌肉呢 没有太多的感觉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做到那么的到位 所以你要尽可能让你的脚尖 抬高 身子站直 不要做刚才曲宽的动作了 我们把身子打直 头呢 下巴 头部往前看 下巴往后收 那么整个人在一个最标准的中立位 这个时候 慢慢地放松 抬起 定住 9 8 7 6 5 4 3 2 1 再放下 同样跟我们的颈部 肩部 宽部 膝部一样 定住10到15秒钟 然后 反复地去做 五六次 这样的话呢 会对我们的 踝关节的问题 带来一些帮助 那么希望 我在刚才介绍的 这五个问题当中 家长朋友们 可以去观察一下 自己的小朋友 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发现了 类似的问题 尝试一下 刚才Michael老师 给大家介绍的一些 解决的办法 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家长朋友们 会不会得到一些 惊喜的发现 好 那么刚才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五个关键的点 分别是我们的 颈部 肩部 宽部 膝关节 还有怀关节 那么这五个点呢 是经常发生在 我们小朋友身上的 一些问题 那么希望通过 今天这一节课 家长朋友们 可以去测评一下 自己的小朋友 是否有类似 刚才我所提到的 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你们 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呢 也可以去按照 我刚才所说的 训练的方式 去对小朋友 进行一些训练 那么这样的训练呢 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 有特定的地点和时间 那么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不用花上太多的时间 就可以做这样的训练 那么希望家长朋友们呢 每一天都可以花上 五到八分钟的时间 去对小朋友 做针对性的训练和练习 那么希望通过这样的练习呢 家长朋友们 可以对自己的小朋友 则在身体上 体姿态问题上 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 那么在下一节课里 麦克老师会带家长朋友们 去对小朋友身体 数据上进行一些采集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 去让家长朋友们 了解自己的孩子们 身体上的一些 数据上的一些问题 OK 那么今天第一节课 我们的时间就先到这里 感谢家长朋友们的收看 谢谢